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还有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 台东的沿海出现长浪 在这两天预估浪高会达3到5公尺 行驶台东到绿岛还有蓝宇的客船 在11月3号、4号全部都停航 而夜者也紧急出动三班客轮 把近千位的游客赶快输运回本岛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及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 台东海域近日都有不小的风浪 船公司说预计明天浪高会达3到5公尺 明后天是不是都不开了 对对对 目前明后天没有开船 好猜 为什么?什么原因啊? 没有因为那个有淘温外围影响 都没颈风嘛 都没颈风 对然后那个明天 那个浪高至少3至5米左右 所以那个方案太大了 所以今天会把客人输送回来 OK 对 基于安全的考量 明后两天 绿岛和蓝宇的船班都全面取消 今天则是开出绿岛到台东的三班客轮 出印近千名的游客回到本岛 有师姐要 超赞的 风浪不大 妈妈我三天一天了 真的喔?没有人吐喔? 没有没有 好像没有 富岗渔港里头大小船只 都进港躲避风浪 渔民因为风浪太大 干脆在船上整理船具 不过从上礼拜到现在 风浪好像都蛮大的 蛮大的啊 所以风大就舒服啊 有才能风来喔 所以都没出海吗? 有的人都没出海 喔 所以走过这两天 大家都用到家戳吗? 这是怎么? 去显摘啊 是喔? 所以有影响吗? 你们没怎么出海? 明天知道啦 明天知道没怎么出海 没怎么出海 由于沿岸及海上 都有出现长浪 风势也不小 请民众到海边游玩或垂吊时 尽量不要靠近岸边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潘俊伟台中市报导